我们没有见过面,却因为电波而相识。 把你的故事告诉我,就多了一个朋友帮你分担。 不管在美国的日子是苦是甜,都有我陪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朋友们大家好,明明最近开通了个人短视频平台 如果你登陆微信视频或者是YouTube搜索明明在美国 抖音小红书和TikTok上面搜索明明信箱就可以找到我的短视频了 在今天的明明信箱里我收到手机尾号是0510发来的短信 短短续续。总之呢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哎呀又快要到这个讨厌的情人节了 因为每年的这个情人节都会惹我不开心啊 我和老公都会因为情人节送不送花这件事情 会有一些摩擦和吵闹 老公呢和我结婚已经15年了 再加上恋爱的两年多的时间 一共在一起也十七八年了 可是这个人呢十七八年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就是从来不肯送我鲜花 那花才几块钱呢 你买一只他也是一件非常啊这个艰难的事情 总对我说他不是一个送花的人 这是一个什么什么浪费金钱 然后这么贵那么贵不如买一块买一块这个牛排回来吃 哎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看上他的 我们是前同事啊 当初呢就觉得他在公司特别的老实 每次看见我呢我知道他喜欢我 当初他看见我就会脸红 哎我就觉得他很可爱 不太爱讲话 然后经常脸红 然后他不大会表达感情 但是呢他每天都会等我 不管我加班多晚都会一直等我啊 来然后跟我一起一个方向去走 然后还会帮我拎包 这个当时就是一些小小的事情感动了我 然后呢经常帮我端咖啡啊 给我泡了咖啡端过来 哎呦当初你看人家不会讲话啊 人家不会送花人家会送咖啡啊 会给你拎包 这也挺难得的 后来呢他说这个送花这个事情 不是情人节开始有的矛盾了 在这个当初两人婚礼的时候 就因为婚礼的鲜花的事就闹过不愉快 当时呢他们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都很年轻也没什么钱 婚礼的预算是非常紧张 婚礼已经很简单了 可是哪个女孩子不向往自己的婚礼 非常的美丽又浪漫呢 尽管当时这个budget很少 就钱也很少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婚礼的鲜花 那个几千美金 我还是狠狠心用妈妈给我的钱 就支付了这个婚礼的鲜花和各种费用 那么当然最终的照片拍出来 的确是非常的美好 这么多年以来看这个婚礼的照片 有这个美丽的鲜花 还有这些布景也觉得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 可是当初就因为这个几千美金的 这个婚礼的鲜花呢 我们从婚礼之前就一直闹矛盾 他呢建议我不要弄这些这么多花 把这钱省下来 用于这个支付我们购买房子的这个首付款 为了这个事呢我还是坚持了几件 所以婚礼之后 我们也为这个婚礼的费用的事情吵了一架 而且当时我也比较生气说 婚礼的费用大部分都是娘家人支付的 都是我妈付的钱 你还要指手画脚 当时为这事也给我气得够呛 气得我们蜜月呢都不大开心 主要也是因为就这个花的事 看来呢是这个鲜花由来已久啊 你们两个就为这个闹矛盾 好吧 哎这个这个李怀里说了说了 后面就就说了这个 糊了糊涂啊结了婚 这糊了糊涂就怀了儿子了啊 糊了糊涂儿子就长大了 说这个一晃呢 儿子都上了这个高中了 哎 儿子都有了女朋友了 这几年啊 就连儿子过情人节都知道最少会 买一小树玫瑰花送给女朋友 我就说了这一辈子白活呀 孩子他爸你看一看 儿子都知道买鲜花了 尽管每年儿子也会送一支鲜花给妈妈 可是我这气呀不打一出来 怎么这个老顽固他就是不肯买花呢 然后不买就算了嘟囔嘟囔 还要说什么这个买花的人都蠢 这个吧那个吧每年为这事都吵架 所以啊今年这个这个情人节 我现在就看得出来他都这两天都躲着我 哎呦这日子怎么过的呀 你看今天情人节就到了吧 我说0510甭管这鲜花到没到别吵了 都在一起15年了你早干嘛来着 糊里糊涂孩子都有了 这会你你还嫌这个老顽固这个那个不浪漫 早干嘛去了15年前干嘛去了 哎呀那个时候就得趁早你知道吧 这好习惯得趁早 所以说以前如果有谈恋爱的朋友 你要想将来过的书心啊 恋爱的时候你就多上上心 别那个时候这也行那也行 然后以后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挑三拣四你早干嘛来着 当初觉得他不浪漫他就不会送花 结个婚婚礼他不花钱他还嫌这花贵 那时候你都嫁了你还琢磨啥呢 既然结了就认了吧 要不呢当初就是这个人家讲什么 结婚前就睁大了雪亮的双眼 结婚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何况儿子都这么大了 你至少还有个儿子来给你送花呢 是不是啊 你这也算情人节有花了好不好 总要看到自己所拥有的 有时候啊人就是这样 你知道人这一辈子鱼和熊掌就是不能兼得 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霸道总裁又有钱又高富帅又爱你独宠 有的话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少见的 那你也别看看人家独宠的那女人什么样的 听得了出的了厅堂下的了厨房 天使的颜值啊还有赚钱的本事的女明星 可能是这样的人才有机会 那有的人甚至具备了这么多东西 也还得不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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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的这个完美男人的这个鲜花公式呢 有什么用啊 所以呢咱们也知己知彼 把这个心态保持平衡了 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情不情人节的啊 我倒觉得这个事可大可小 他也不是说一天两天这样的 15年17年这样 你说你17年还要为这个事吵架烦导 你说你生笨呢 为这事值档子嘛 哎你要不这日子咱就不过 要过呢你就往开了想 啊至少还没给你戴个绿帽子 哎这不叫绿帽子啊 至少他还算专一是不是 啊你总要看到人有优点 当初你看上人家不就嫌人家老实吗 话少吗会拎包吗 现在包还拎吗 这包要不拎你可以跟他吼了吼了 这花人一直就没送 然后估计跟婚礼上那个花炒了 这一架是不是给炒伤了还是怎么着了 哎呀有时候想想过日子都不容易 岁数也都不小了吧 这十几年在一起玩二十年 你说我们四十来岁人到中年了 差不离就完了 我还就跟你说一些真实的事啊 因为我是个主持人 我曾经在北京电台工作过十年 那时候我们北京台 后来我们跟北京电视台 现在也是都变成一家了 所以在我们媒体的主持人很多都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要声音有声音 要颜值有颜值 我们北京电台的美女更是多 我那时候也算其中一枚了 但是还有一些美女真的是很漂亮 后来也从我们的电台就去了电视台 所以你看看电视台上的那些美女主播 那都什么样子 要颜值有颜值 要学历有学历 要身材有身材 然后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工作 经常会采访一些成功人士啊知名人士 所以就会碰到一些慕名的追求者 我就不说了情人节 我的听众也会经常给我送花在电台 大部分主持人多多少少都会收到花 但是我们有一位主持人啊非常漂亮的那个 他就受到某一个大佬的青睐 就那一天是有一辆车啊 一辆钟巴拉满了红色的玫瑰花 和各种那个气球啊 就是那种情人节的东西到了我们台 哇那就是震动啊 然后呢这个就这件事情就大家都知道了吧 哎呀谁谁谁被大佬在追啊追啊 那么多的鲜花 后来呢你就知道这鲜花公式 从人情人节开始就没停过啊 这个这个天天就 那个情人节是一大车 后面是天天一小车玫瑰 就这么整整追了大概快半年吧 然后我们整个电台到处都是那个玫瑰花香味 后来呢就终于追到了啊 保得美人归 大家呢也都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家话吧 大家就这么这么就为这件事情出了名了 这这女主持人 后来呢这个结婚了没几年老公外头有小三了啊 然后呢最早被发现她有小三这个事的也是就是她这个太太 她这个太太是我们同事啊 的闺蜜又又又发现了这个同样的公事啊 这个这个又有人在狂送花 同样的路数啊一车鲜花就送到了那个外面她所追求的那个那个那个女生的公司去了 然后这种事情就经常是很狗血吧 马上就传出来 然后就就这个送花的那个手笔啊都一模一样 所以呢这个可想而知啊 后面的两个人就是这个撕得很难看 孩子也有了最后也离婚了 所以你说如果这这个这可能不能做一个直接的比较 但是真的我就觉得说一方面是一个浪漫的追求可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一方面呢可能是一个踏踏实实之冷之热 对家庭有责任感对感情特别忠心的丈夫 如果是让你选择你会选哪一个 我们正常人脑筋啊这个有理智的人都会选择后者啊 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可能比这些浪漫的说辞都重要 理智归理智现实归现实啊 就这个鲜花公事就这些渣男追女人的这些方法 我们就比如说我吧 我现在说的可清楚了 结果明天碰着这么一组呢我也有点晕头转向啊 就是你每天的被人甜言蜜语哄着 然后鲜花公事礼物公事这个这个公事的时候 人在幸福当中有的时候就会冲昏了头脑 失去一个理智的判断 所以很多的美女就是这样上了道了啊 这都是过来人的血泪史 那么当然这个后来我们就知道你知道她会浪漫 她会知道女人的心思 她会知道怎么追到你 她能用这种方法对你 她也有具备这个能力对其他的人 怎么样能够让这一份感情更加的细水长流 能够长久能够到你人到这个中年到老年你仍然觉得这是一份非常踏实的感情 带给你身心的一个信任感和幸福感 恐怕比这一束情人节的鲜花要更重要了 当然话说回来了 这个也不是说鲜花就不重要 就比如说你婚礼上这个鲜花 其实当时呢就是看出来一个截然相反的两个人的一个不同的生活态度 你呢认为这个面包重要啊鲜花也重要浪漫也很重要 或者是说面包重要这是物质的食粮 鲜花属于精神食粮 你是一个对精神和物质都有追求的女人 那么如果你认为生活里仅仅只有面包 没有浪漫没有鲜花没有精神食粮 你是觉得非常饥渴和不愉快的 可是比较起来呢你的丈夫是一个非常实际脚踏实际生活的人 他认为这些浪漫不重要 他认为这个面包啊买房子啊 省下这买花的钱付了房子钱更重要 所以他就属于那种极其理性的这种这种啊男性 当然因为你们两个个性不同 所以会彼此吸引走到一起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呢就是因为异性相惜 你们两个又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这种不同相互吸引 你觉得他的害羞不苟言辞 他也觉得你呢相对活泼 可能这正是你们当初彼此对上眼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可是今天结婚了15年 在一起17 8年 你现在开始complaining 你为什么就不能由言不尽 就不能改变一下呢 哪怕送我一枝花呢 唉我们说啊 从来改变一个人都是非常难的 恐怕我们要接纳 这一辈子我们都很难改变任何人 可能唯一能够最好改变的 最容易改变的是我们自己了 是不是能够适应 第二呢就是说 对于对方 不要抱有着这个去改变对方 你不完美 改变这个原始动机 首先的一个底层含义 给对方的一个含义就是 你不好 你不完美 我需要改变你 这种负面的东西呢 有时候给到对方啊 对方要是那个倔吕 有的男的就是特将 他嘴上不说 像你这种啊 丈夫这种不太讲话 但他骨子里可能是一个 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啊 就你不就跟我交进这花吗 还我就不买 我也不跟你降嘴 我就不买 我就不买 我实际行动就不买 这事只能把你给气死 你要想生气啊 你可有的生气呢 你可有的气生呢 没完没了的气 能把你气死 你怎么就那么傻呢 这事值得生气嘛 所以不要想改变它 那最终你生气这件事 受伤害最大的人就是自己 气出个乳腺癌 气出点什么病 然后多长几个白头发 多长几个皱纹 怎么那么傻呢姑娘 不要干这事啊 这个花想要可以啊 自己买去啊 儿子送啊 然后呢 这个也可以有别人送啊 你不送我 我就朋友送我呀 那我就情人节 我就家里 我喜欢 我就买呀 你说咱们现在人的生活 水准了 就算是低收入的人 这省下一顿饭钱的事 一顿饭都用不了 可能就买一束玫瑰花 这情人节不就有了吗 所以为这事儿 没有必要跟他生气 真的 自己喜欢花就去买 买好了 他要问呢 你就 也不用讲 反正有花了啊 哼着小曲儿 把花弄个漂漂亮亮的哈 就完了 自己开开心心的就好了 那这个花儿 你想改变它 让它去送 是很难的 但是 我曾经有过一些经验 还有一些朋友的经验 就是说 你可以敢换一个人 就是说 他不是不能改变 他也不是说 这花儿 他就真的永远不买 现在这事儿呢 有可能就是杠上了 这事儿他就叫了个针儿 因为你为这事儿 骂我这么多年了 我被你骂的最后买了花儿 不就是我服输了吗 哎 你别看男人多大年龄哈 这人到中年 有时候那个心态 就跟那小孩子一样 就是要争个输赢 就是因为 你骂我这么多年了 不买花儿 我凭什么要买 我就不买 你骂了我这么多年 我买了 我不就认了吗 好像被你骂的管用了 我买了你也不知道 说什么好话呢 他心里一定就这么想 所以这事儿 就像敏感一样 什么什么 至于什么省不省钱啊 当初可能是 那个婚礼的时候 他可能 真是心疼 那个时候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 几千块 是个大钱啊 那个他可能 真的很心疼 那个钱付个房子的首付 可以减轻你们还贷的压力 那真的是一个 一个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但是呢 对于你来讲啊 可能你认为婚礼 这一辈子 就这么一次啊 我们想要一个美好的回忆 照片上一个美丽的花 你就把这钱付了 而且就像你说的 我妈妈给的钱资助啊 我们的婚礼 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这话怎么讲 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过日子 你觉得是讲道理的事儿吗 其实我觉得两口子之间是 讲感情的 家是讲爱的地方 是讲感情的地方 是讲理尚往来的地方 就是我敬你一尺 你还我一尺 还我半尺也行 我敬你一尺 你还我一丈 就别指望了 所以说就是这个心态 你只要能保持平衡就好了 那我曾经看到 我一个女朋友 她跟她的老公 那个也是个眷驴 一开始日子过得 就普普通通吧 但他们结婚多年 堪称典范就在于 女朋友每次见到我 都是非常高兴的 跟我分享她的婚姻状况 也是非常的感动 就是说 这么一个木头人 以前又不懂得浪漫 又不懂得示爱 又不懂得帮我分担 家务 不知冷不知热的 这么一个 好像比较木讷的一个人 现在就是婚后多年 她说每一年 我都看到丈夫 一点一点的这个改变 她说以前呢 可能她说她是一个 那种妈妈型的 就关心她 她丈夫从小是个孤儿 她说就大概是 没有人交给她 这些礼貌 也没有人交给她 怎么样去疼爱孩子 所以她说她觉得 丈夫很可怜 就对她很好 所以丈夫每天 上班出门呢 她都会说 小心开车啊 慢点啊 注意安全 哎 这个她去上班的丈夫 就经常是没什么话 突然呢 她说在一起 几年的时间以后 有一天她要出门 丈夫也是 小心开车 路上慢点啊 这个天冷 路滑 下雪了 下雪了 注意路滑 她说那一天 她在路上感动的眼泪 都落下来了 因为这么多年 老公不会说这种话 而且从那以后 老公经常会这样说 她说就是一块石头 她就给雾热了 就这种感觉 那么后面呢 她又说 她那个老公啊 以前不太会帮她分担家务 家里啊 收拾房子啊 做菜啊 做饭啊 很多都是 都是她的事儿 后来呢 她就发现这个 老公有一次下班回来 就主动扛了一袋大米回来 嗯 那个她就很诧异 她说 咦 怎么知道 这个这个 买家里的东西了 啊 老公说 啊 正好昨天 那个看见你煮饭 这个米袋子 好像就用完了 她说这个米啊 特别重 怕你搬不动 所以呢 她今天下班 路过超市 就想着 买了一大袋的米回来 她说 这个 我扛回来 这样呢 能吃好长时间 她说省着那个 买米呢 这个扛着挺沉的 哎 就这么一些 一点一点的小事儿啊 然后她就说 你看 就是很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觉得 这个感情的事情 有时候真的是相互的 就是石头怎么样 给她雾热 或者是说你感动她 让她愿意 为这个家去改变 主动的去改变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 你说你打呀骂呀 这这逼来的花儿 你拿着就开心吗 这事儿我也干过 这个 曾经啊 曾经前任 在恋爱的时候 以前呢 别人啊 都是 以前的这个 这个前任是一定 会买花儿的啊 这个 都不会有什么 什么 这个 其他的这个问题 都从来没有 哎 这个前任呢 就不行 居然没买花儿回来了 那我也什么话不说 哎 做好了晚饭 别吃了啊 我今天心情不好 你各回各家 别在我家待着 关上门给轰出去了 然后呢 这个 一会儿 过了半天 又回来敲门了 一看门眼 鲜花举在那个门眼上 哎 我这也就开了门了 进来吃饭吧 其实呢 就是说你在恋爱的时候 就告诉她 我的底线 告诉她我的需求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因为是恋爱 所以我也很容易 就就把我的这个想法 告诉你 哎 我的情人节 你不送花儿可以 就不要见我了 所以第二年开始 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了 啊 之前他会说 哎呀 还一大男人 拎着个玫瑰花儿 路上走啊 哎呀害羞啊 害不害臊 害臊别买 对吧 害臊你这情人节 别来见我 对不对 这谁也没逼着你 所以呢 这个二半夜的这个 被我轰出去了 买个花回来以后 打以后 每年情人节之前 他就知道 老早就在网上订好花儿 送到我的单位 这样他也不用 觉得很害羞 令这个花满街走了 这就是慢慢的改变 但那个时候早啊 那恋爱的时候 培养好了 结婚以后就没这个问题了 婚后他都想着呢 他不会再忘的 他知道我这个底线在哪儿 你这当初没培训好 现在这都结婚十五年了 在一起十七八年呢 这会儿咬牙跺脚 急什么劲呢 算了 洗洗睡吧啊 情人节呢就看好处 我没说嘛 想要花儿自己买 然后呢 对他就是 不要有太多的期望和要求 反倒他是 他没改变一点 有一点点小进步 像他帮你倒杯茶呀 他这个晚上知冷知热的 就对你一声问候啊 出门的一个问候啊 他有但凡一点点的进步 你都记得要夸他 要肯定他 哎呀老公你说这个话 我觉得心里特别的温暖 哎这就是你们当初一个交流 和你们感情的一个模式 就说他是用行动表达 哎你呢可能会更善于沟通和表达 那么他不善于言辞 你也不说话 这两个人的感情就会越走越淡 也感觉不到这个婚姻的温暖 所以呢 这就话说回来 这个花儿这事儿就不提了 有时候呢 这种倦驴就是这样 你越不提呢 他倒有可能啊 哎哪一天 这个这个可能就改变想法了 哎给他讲点悲惨故事 故事啊 谁家的这个这个老公 总也不给老婆买花是吧 啊后来呢 这个这个有人给买花了 这个老公就紧张了 赶紧又开始天天买花追是吧 哎把别人的这个血淋淋的故事 跟他讲讲 吓唬吓唬他呀 你得珍惜珍惜这老夫老妻啊 然后呢这个对他来讲也是如此啊 你也不用太宠他 生活里这个这个我敬你一尺 你还我半尺 就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事情 对吧 你不愿意买花行啊 我也不愿意做早饭呢 你自己就门口去买早饭去呗 我这个妈天天起早贪黑的 起来给你做饭的是不是 这样呢你冷定做一个饭 他对你感激涕零的 那也可以 想让我们维持这个温度 这老保姆天天起来给你做饭 可以啊 你也得哄老保姆开心吧 哈哈 你是一束玫瑰花之前 还是每天早上热腾腾的早餐 丰盛的早餐 换着花样的早餐 你更幸福啊 这些事呢就是一个道理 如果但凡老公呢 他还属于理性的人 他会分析出这个熟清熟重的 Give you color CC 好吧 好啦 今天开开心心 过个节 这个有儿子送的玫瑰花 有自己买的花 好好过一个这个普通的 一个二月份的日子吧 看看回放的Super Bowl的什么演出啊 哎 搞点什么什么你喜欢的这个节目啊 过一个平平淡淡的 不吵架的情人节好不好 把那鲜花的事忘了 今年你就只字不提 哎 弄不好呢 这个情人节过完 老公吓得这个后脊梁冒冷汗呢 嗯 为什么这婆娘 年年情人节都骂我不送玫瑰花的事 今年为什么你 他怎么就不提这事了呢 好好地让他担心你一下吧 好吗 好啦 今天的明明信箱就到这 和你说一声再见了 祝你有一个 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都有一个愉快的情人节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说音笔 耶稣